他抓哪个鱼呢 小宝跟大家打个招呼 我在我的地 不是不是不是 说音说 我是女孩 我在地球上有一个大船 大船 你在说什么小宝 大 大人船 你说那有个大船是不是 是大一个大船 他们在船上干嘛 也不是上面 哦上面 我好想让我烧花期 但是今天太热了 我们去的话会把你烤焦的 会把你烤熟的太阳 我才不信 要买家一只猪给我用熟 大伙爸给你买个冰淇淋好不好 好 我要买冰淇淋 那你想吃什么味的呢 我想吃 吃牛奶味的 牛奶味的 大家好 我吃别片 家里没肉了啊 今天来上街买点肉 然后送店 来活动一下 呼吸点新鲜空气啊 虽然 我家门口的空气也很新鲜 但是 但是 其实就是想找个借口啊 出来溜达溜达啊 感受一下啊 城市里边的气息啊 刚才玩着玩着摔倒了 赶紧拿个果冻哄一下 他自己放的零食啊 走的时候 我都没没想起来 他自己放在那个包里 慢点吃 慢慢挤啊 别吊出来了 其实我每次拍户外啊 我都不想拍孩子啊 有点抵触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孩子啊 本来就是说 感觉像一张白纸一样 是吧 天性就是很单纯啊 很天真 然后在镜头面前呢 多多少少啊 会带着一点表演的性质啊 比如说 之前我拍视频 每次结尾的时候 我会 教他跟大家说 再见啊 之类的 虽然很简单的一句话 但是我觉得啊 都有点表演性质了 我不想让他就是 在镜头底下 给别人表演 今天太阳太大了 哎呀 没地方玩啊 所以说就 搬两个凳子在阴凉处 先在边上坐一下 今天这个小小宝也出来了 这孩子现在三个多月啊 就是 说呢 现在慢慢的啊 对这个世界啊 有那种好奇心了 天天就想着要出来啊 在家里边他待不住啊 在外边一抱着他 他就 他就挺活跃的啊 也不哭也不闹的 搞自媒体的有很多啊 有的是专门 以拍孩子为主的啊 就是把孩子作为 这个主要的拍摄对象 我每次反正看到这种视频啊 我心里都是 感觉很别扭的 就是 这些大人啊 怎么忍心是吧 逼着小孩是吧 在镜头底下啊 表演啊 说一些 本来是不该他这个年纪说的话 我觉得 哎呦 哎呦 反正 怎么说呢 感觉很残忍啊 你们仔细想想这个事吧 天气真的好 蓝天白云的 这会儿风吹得挺舒服 怎么说呢 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动物园里边的 呃猴子啊 猩猩啊 大象表演啊 那个 训绕园在旁边 一手拿鞭子 一手拿着食物啊 呃 去训练他 让他给观众们表演啊 呃 什么翻跟斗啊 是吧 跳桌子 跳凳子啊 呃 虽然很好玩啊 但是大家仔细 但是大家仔细想一想 这个背后啊 就是 他们每天训练的时候 我觉得是 应该是很残忍的啊 因为动物 是吧 动物它 是吧 它是会像人一样啊 是吧 那么听话啊 肯定是需要你 呃去 通过武力啊 去驯服它 那么孩子呢 我觉得小孩子也跟动物也有点差不多啊 小孩基本上都是小动物吧 他们是不懂得成年人社会里边 那个规则 那些呃 什么圈圈套套啊 所以说呃拍自媒体啊 我是了解的啊 我有时候呃 也曾经也就是也试过 有时候教一些很简单的话啊 让他在镜头面前说我 他都有点说不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呃 就是其他小孩是能说的那么呃 自然轻松啊 我觉得肯定是呃 背后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细节啊 所以说 所以说 我觉得这个性质是一样的啊 跟动物园 让孩子在镜头底下表演 跟那个在动物园里边 让猴子猩猩翻跟斗啊 我觉得性质是一样的啊 呃 都是挺残忍的吧 真的 这个孩子啊 说睡着就睡着了 你真的吗 真的 真花 我觉得我们人类有时候 挺基层分裂的啊 怎么说呢 呃 你一边对那种小动物 抱有很大的同情 另一边呢 是吧 抱着手机 看小孩在节目面前表演的 又又笑得合不伦嘴啊 还给别人贬赞啊 真的 呃 虽然说人生如戏啊 人生处处是表演 但是小孩呢 是吧 我觉得性质就不同了啊 我能接受小孩在电视啊 电影广告里边那种表演啊 因为他呃告诉我们 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假的啊 这是表演 但是那种拍生活自媒体啊 那种博主啊 那种生活博主啊 是吧 把自己的小孩放在屏幕面前啊 呃 我觉得 挺假的啊 是吧 怎么可能小孩是日常是那样说话的呢 是吧 不可能我们 是吧 大家都是过来人啊 怎么可能生活 是吧 都是永远都是那么和睦啊 永远都是 一家人那么幸福啊 小孩那么听话 是吧 反正很很假啊 反正我家不是这样 我家偶尔也会日常啊 吵架 半个嘴之类的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啊 呃 反正我是看不了那种视频的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看啊 我有时候看那个做菜的啊 我都有点接受不了 就是那种啊 虽然这个人还是个大厨啊 五星级酒店的大厨啊 很牛逼啊 有很身上有很多光环 做菜也确实厉害啊 是权威人士 但是你看他做菜那个架势啊 是吧 这个要菜要切到还几毫米啊 什么多薄啊 多厚多宽啊 这个刀应该怎么拿 我都都吸制到这 吸制到这个地步了 我都我都有点接受不了了 是吧 日常生活中 大家怎么可能是这样做菜呢 如果都这样做菜 我跟你说 大家都别别想吃饭了啊 是吧 那那那家家户户做菜的那个 不管是主妇还是主男啊 估计天天得骂娘啊 是吧 那家里边一天到晚鸡飞狗跳的啊 所以说 哎呀 任何东西啊 你有点过分了啊 有点过度了 我觉得都不是好事啊 小邦 我们走了 我们去买冰淇淋吃 把这个包放 到手机放包里面 这个他会啊 这个这个不是表演 是不是小邦 哎呀 我来拿 我来拿 你拿吧 小邦你前面带露 走路要看路 知道吧 你刚才都摔了一跤啊 你你要小心啊 小邦长太快了 我记得去年刚开始拍视频的时候 怎么说呢 感觉 对好小一只 现在感觉 有点像四五岁的孩子了都 这边呢 这边走 其实还不到三岁半啊 买了两个冰淇淋 我就不吃了 这个甜的东西 我不是很感冒 尝一口 有那个味就行了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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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小邦你都等不及了吗 急了 哎呀 我给你找张纸啊 小邦太好了 我刚才说 我咬一口 是意思咬我 咬我老婆的 他赶紧把他的给递过来了 然后咬了一大口 妈呀 你看小宝吃的什么样 你看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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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妈呀 哎呀 我给你擦 我给你擦 紫擦嘛 到超市了 给小宝买两根胡萝卜 大家能听出来这是什么歌吗 小宝这是什么歌呀 对天使的翅膀啊 这是小宝最近喜欢上的歌 新歌 哈哈 小宝你唱啊 我要去何方 只留给天空美的一场 我曾飞舞的身影 像天使的翅膀 划过我 无边的过往 爱曾经来到过的地方 一起留下昨天的芬芳 那熟悉的温暖 像天使的翅膀 划过我 不变得清爽 想起你还在这里 从不曾离去 我的爱像天使守护你 若生命直到这里 从此没有我 我会扎个天使 替我去爱你 小宝睡着了 真的吗 刚说完这一首歌没唱完 都睡着了 好了 拜拜 朋友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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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